哈囉哈囉 Jordan喔 下輪是Jordan 我不知道喔 Jordan Jordan是什麼 Jordan啊 最近啊 我看了一個 ESPN的 NCAA有史以來最偉大的球員他拿 64個然後把他兩個兩個並組然後來比較然後 最後呢 有四個他們選出NCAA有史以來最好的球員 那其中有一個是Michael Jordan 那前四名的人呢 Shakeel Neal Magic Johnson Larry Bird 跟Michael Jordan Jordan如果要講NBA籃球的話的確我認為他是應該有史以來做一大圈可是不是什麼都要Jordan Jordan Jordan啊 球鞋要Jordan啊 李寧也可以啦 我現在 你知道大家 你知道沒有比賽嗎我的收入減少很多 所以我這個地方再哭窮一下你要捐獻給我的話謝謝 有任何鞋子我也收了 不過 在大學時代 Jordan真的是 有史以來最有大的NCAA球員嗎 我不認為他是 他在大學的時候打得很好啦是沒錯啦 在第一年的時候呢 他就拿下了NCAA的總冠軍 可是當時他的隊友有Sam Perkins 有James Worthy 有Matt Doherty 有Jimmy Black List 很長 他的隊友是非常強大的 雖然他投進了制勝的一個跳投 可是 他那年還不是球隊裡面最厲害的人呢 雖然James Worthy他很 客氣的說 Yeah 我是這個球隊最厲害的球員大概 30分鐘左右 因為第一次練習完了以後 Jordan好像就把這個球隊的 老大的位子給拿走了 不過這是另外一個故事 所以Jordan在大學裡面他表現到底是如何呢 因為最後呢 在這個票選活動裡面 他擊敗了剩下的四個人三個人 他是ESPN票選裡面呢 有史以來NCAA最大的球員 那他在大學裡面呢 三年在North Carolina 北卡裡面呢 因為他四年級就 自己離開了去打了NBA了 1982年的總冠軍 1984年的NCW MVP 兩次的All American 一次 然後 ACC MVP一次 兩次的 ACC First Team 兩次的 USA 男性籃球選手的最有價值球員 那他在職業生涯裡面呢 喔 不是啊 在 North Carolina的生涯裡面的三年呢 平均17.7分 5個助攻 1.8個籃板 跟1.7次的 超級 54%的命中率 很棒啊 很好啊 可是這樣子的數據 真的是有史以來 最強大的大學籃球選手嗎 而且離最強大的籃球選手在 大學裡面 還有一段距離啊 因為呢 我個人認為 如果你要講到 有史以來 成就 個人能力 打出最好的大學的三年四年的生涯來看的話呢 Michael Jordan排不到這裡面 Shakee O'Neill排不到這裡面 即使Larry Burke跟Magic Johnson當時呢 他們的rivalry 是可能有史以來最偉大的互相的競爭 可是如果要講到個人的成就的話 還有個人的打出的數據 這四個人 都應該排不到前三名 所以呢 今天的節目我們就要探討一下 到底 誰是最偉大的NCAA球員 因為 ESPN的票選活動裡面 已經被我否定了 那如果你聽到我接下來要講的這兩個人的話呢 你可能會跟我採取同樣的一個意見 因為呢 Michael Jordan的偉大我認為 在NBA裡面出現了 可是在大學時代 還沒有真正的 有那個空間在 首先呢 我為什麼講兩個人 因為兩個人呢 是因為我沒有辦法決定 所以我要求 我也請求各位觀眾朋友們呢 給我一些建議 跟到時候你可以講出你的想法 因為呢 一個是在 個人的成就裡面 可能是有史以來 跟未來都沒有任何人可以 擊破他的一個人 那另外一位呢 是在團隊的成績 我個人的能力也很強 打出了不可思議的數字 我們先講團隊成績 有史以來最偉大的球員好了 Karin Abdul-Jabbar 這是大家知道他的名字 可是在大學時代呢 應該還叫Lua Sindor吧 Lua Sindor Karin Abdul-Jabbar呢 就是那個天溝戴著眼鏡的這個傢伙呢 在大學時代啊 他就被戳到眼球了 所以戳到眼球對Kell Berkley的時候呢 他兩場比賽接下來沒有打 然後接下來一場比賽呢 他碰到Houston的時候呢 對的Alvin Hayes 吃下了敗仗 這是一個 這是一個在大學生涯籃球裡面呢 打了88場比賽的人 那球隊在這個世界上打了 90場 那他在大學生涯的紀錄 88勝2敗 你可能說啊 為什麼只打三年 是不是先畢業 離開去職業隊 沒有 因為呢 在美國的NCAA的時候呢 在1982年之前 一年級生 不能打學校代表隊 那一直到了1968年的時候呢 NCAA才說OK一年級的學生 你現在可以打個代表隊了 所以你可以有四年 NCAA籃球的生涯 啊不對 因為 72年 68年開始 一年級生可以打 可是籃球跟美式足球不能打 一直到了72年以後呢 美式足球跟籃球才把這樣子的規則給拿掉 你現在是一年級生 你可能已經可以打大學籃球跟美式足球了 所以呢 Alcindor在那之前 那他只打了三年而已 那三年的 我們剛講團隊的成績呢 88勝2敗 88勝2敗是什麼樣子的概念呢 就是連三年的NCAA總冠軍都是他們 拿到了三次的 最有價值 在NCAA四強的Final 4的MOP Most Outstanding Player 三次的NCAA的年度最佳球員 三次的Final 4的MOP 我剛講過了 三次的All American 兩次的Mr.Basketball 剛剛 88勝2敗 是一個不可思議的成績 那另外呢 在UCLA他離開的時候 一直到2011年的時候呢 平均26.4分的三年職業生 這個UCLA的生涯 還是 孝時以來 平均得分最多的人 他在UCLA留下了 26.4分 跟15.5個籃板的成績 還有呢三年的 大學的總冠軍 所以以個人的成就來看 以團隊的成就來看呢 基本上 是無人能比的 即使 後來有了Bill Walton呢 他的個人能力也是很強 可是他得分沒有腳步二好 籃板也沒有腳步二好 那UCLA在三年裡面呢 86勝4敗 真的很強 90場贏了86場 可是也沒有腳步二好 那 這樣子的成就 的確應該是NCAA有史以來 最偉大的男人了吧 團隊來看 個人來看也是 可是 如果你要講到個人能力的展現的話 可能還有一個人 比他更恐怖 搞不好還有兩個人比他更恐怖 不過 我們首先來講 我個人認為 最恐怖的人 也是呢我從小長大 打籃球 所 仰望 跟模仿的對象 因為這個人呢 他不只是在籃球場上的能力 魅力打球的方式 是跟當時完全是超時代的表現 那另外呢 他得分的爆發力跟投籃的精準度 也更是超過當時的一個完全打球的環境 這個人呢 叫做Pete Maravich Pete Maravich呢 他的外號叫做Pistol 因為 我認為他應該叫Machine Gun 因為他得分的能力超強 在大學的三年裡面呢 因為他也是跟Jobar一樣 是 在這個 72年之前 打NCAA籃球 所以一年級生的時候 他不能打 那 這個會變成什麼樣子呢 在三年裡面 他總共拿下了在LSU 3667分 3667分 在NCAA現在 仍然是生涯個人得分最多的人 他只打了三年 很多打了四年的人 跟他 還有一段差距 即使有人 比他多打了二十幾場比賽 應該是 我忘記第二名 比他多打了二十幾場比賽 可是還是在他後面 他的三年大學平均得分呢 44.2分 5.1個助攻 44.2分是什麼概念 等於是 三年裡面的總 平均得分可能比張伯倫 在NBA最好的三年可能還要多吧 這個我不能確定 不過 基本上 在6070年代的時候呢 Pete Meravich的得分 在大選裡面是無人能擋 甚至有一個球隊跟他們比賽的時候知道Pete Meravich的得分很強 在 跳球完了以後 馬上就四個角落拉開 然後就互相傳球 然後 就不攻了 上半場就這樣子了 跳完球以後就四個角落互相亂傳了 那Meravich呢在那場比賽裡很生氣 他就在罰球線坐下來了 因為 在那個時候NCAA是沒有進攻攻擊時間的 不像後來呢 有45秒 後來有30秒 現在NBA是24秒 那個時候美國大學籃球是沒有攻擊時間的限制 所以呢碰到Meravich的球隊 也不想讓他平均得分到四十幾分吧 然後呢 就把四個角落拉開來對付他 所以進攻時間的改變 這是後來NCAA呢 因為這些得分機器所開始 放在比賽裡面就是避免籃球比賽變成就是 8比6 12比5 這樣子的成績 所以 Pick Meravich 他的個人的能力呢 造就了他自己的成績 他是 兩次的NCAA的NVP 他是三次的All-American 三次的SEC聯盟裡面的 最有價值球員 還有三度的NCAA的得分王 他跟Jobar 個人來看 都有一些受到當時規則 所限制的 可是呢他可能會有更突出的表現的地方 Jobar因為一年級不能打 所以他才拿了三個年這個NCAA的總冠軍 可是呢在他第一年的時候 當年 UCLA的代表隊 已經是在開季前 美國認為全美排名第1的大學籃球隊了 結果後來呢 在那一季裡面的 一年級生的名 對 對 學校代表隊的UCLA的競爭 75比60 Jobar 33分21籃板 帶領一年級生 擊敗了 全美排名第1名的 他們學校的代表隊 所以就有人說啦 如果Jobar那一年 是在UCLA的代表隊的話 他們就可以拿出 四度的 年度 NCAA總冠軍 這也會給Jobar可能更多的個人的頭銜跟 更多的團隊的成績 那這是他被當時規則所限定的 那Marevich被限制在什麼地方呢 當時是沒有三分球的 那你可能會說Marevich得分 那三分球真的很重要嗎 LSU的總教練 叫做Prest Marevich 當時呢 是Pete Marevich的父親 所以呢你可以享受得到就是 Marevich可能在這個地方有無限開火權 可是 無限開火權有理啊 因為沒有三分球他都得了44.2分 平均三年 所以呢後來的LSU的總教練叫做Dell Brown 就是Shakeel Neal的總教練 他把 Pete Marevich在三年 比賽的紀錄 投籃的Shot chart拿出來 然後 圈出了在三分線以外出手的球 然後來重新的統計了一下 Pete Marevich如果 如果當時是有美國大學後來三分線的表現的話呢 Pete Marevich的平均44.2分 會是變成多少分 各位知道嗎 Marevich在三年的大學裡面 平均可以拿下57分的分數 57分 從44.3到57分 這蠻不可思議的 這個有點像 Jason Williams White Chocolate 因為 Pete Marevich就是當時會做背後傳球啊 往後傳球 如果你可以上網看一些他的精彩鏡頭的話 他是不可思議的一個傳球手 他投籃的位置就像現在Logo下一樣 他有幾次比賽過了半場就直接丟了 他的投籃 有點像到現在的Steph Curry 你把Jason Williams跟Steph Curry兩個連在一起的話 那基本上就是當時的Pete Marevich Pete Marevich 所以 我認為他是 NCAA有史以來最偉大的球員 以個人來說 雖然他在三年的 這個NCAA在LSU的歷史來看呢 他都沒有進 最後的 NCAA季後賽 可是呢 他在LSU之前 學校的戰績 3勝20敗 他的三年裡面呢 14勝12敗 13勝13敗 22勝10敗 所以呢 雖然他沒有進入好的一個最後的季後賽的可能 可是 至少在他的帶領之下 他們打出了 不像 3勝20敗這種沒有辦法受尊重的一個戰績 那Marevich我個人認為 44.2分的 個人的平均三年的得分 這是不可能在NCAA 一級大學 Upper Level裡面的球隊被打破了一個紀錄 那也許在Mid Lower 的NCAA Division 1有機會有可能 可是最近這麼多年來嘗試過了 沒有人真正的可以靠近他 那 以這樣子的一個成績來看 我個人認為 以個人數據 Marevich 絕對是NCAA有史以來 最棒的選手 所以 這就是我的名單了 Jobar 如果是團隊 個人是 Pete Marevich 如果 你可以找到比這兩個更厲害的 NCAA球員的話 麻煩你通知我們一下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Pete Marevich 感谢观看